后方车辆拍下嘉义市议员 林伟轩遭人殴打的画面 一开始四个人在地下道拉拉扯扯 后来林伟轩跑向左侧 企图开其他轿车的车门求助 却没人敢帮忙 右边三个人跑在最前面 是持甩棍的无性嫌犯 助理李冠林被夹在中间 另一名阳性嫌犯拿着辣椒水 不断朝他喷洒 害得他一直往后退 议员跑行程时 却遭人逼车撞车 还被殴打被逼下跪 两名嫌犯当场被逮 却供称是超车不慎撞上 而引发的行车纠纷 但林伟轩说这台绿色轿车 从他从议员宿舍 御三会馆出来时 就已经在旁边等他 据昨天监视器的还原 肇事的两名男子 从一大早就已经在 我方的出入口徘徊 显然已经不是单纯的车祸案件 林伟轩说当时开车的是助理 若是单纯的行车纠纷 怎么不针对助理 反而是打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他 显然知道他是谁 如果他们对我的开车的习惯 或者是有任何的不悦的话 应该是针对我 而不是针对我的副驾 事后传出两名嫌犯的通联记录 已经删除 金正署已经指派刑事局 正六队支援侦办 进行数位还原 对换前手机进行数位见识 两名嫌犯有恐吓妨碍自由 等多项前科 检方深夜复讯 向法院申请积压禁件获准 那确实有反复实施之余的情形 那也担忧有勾穿灭政治问题 因此才一定积压禁件 两名嫌犯之坦诚动手大人 否认有强制恐吓 到底有没有说出 向王美辉道歉这句话 也成为全案侦办方向的关键 民事新闻正人文 嘉义县报道